善业得善果 业力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 业力会爆发成多大 那么 你就只是 在无名中生活 就觉察不了 自己的根基 就不可能 改过自新 就不会拥有 改过自新的法要 这样 即使念了 礼佛大忏悔文 也还是会受报 因为 你的业障 比较重 就犹如 你因为一件事情 把别人的孩子 打伤了 你每天 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等于跟人家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你孩子 打伤了 对不起 我做错了 人家 不一定会原谅你 总是 要报复你 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就结束 人家一定要 把你孩子打伤 让你难受一下 这就是报应 这就是报应 不是说 陪礼道歉了 人家就会罢休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念礼佛大忏悔文 以后 以后 还会重蹈覆辙 师父希望你们明白 什么是忏悔 什么是忏悔 业力无数 业障无数 根本 不是人能够控制的 人 最难控制的 是自己的心 无名造业 不知罪 我报来时 方后悔 改过自新 罪业空 知心改心 事为重